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银光 金银光也是模特出身 2006年在首尔 Collection Long Costume 06.07FW作为模特出道 2008年先后为Alexander William, William Westwood等品牌走秀 更成为Diorong首位亚洲时装秀模特 2008年10月 金银光则通过电视剧他们的世界饰演英雄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 3.金宇斌 身高188公分的金宇斌 相信大家看到他的身材比例就能猜到他是模特出身吧 金宇斌从2008年开始模特工作 2011年透过PBS特别剧白色圣诞节以演员出道 后来陆续出演绅士的品格 给美丽的你逐渐打开知名度 之后在凭借学校2013 继承者们树立体帅坏学生形象爆红 人气急速飙升 2022年 因比烟癌而停摆演艺事业多年的金宇斌 回归六年底以我们的《蓝调时光》回归小萤幕 演技备受大众肯定 4.洪宗璇 若说到模特出身的演员 当然不能少了模特界的复仇者联盟的洪宗璇 洪宗璇在2007年透过2008SS12时装周以模特身份出道 因出众的外貌受到瞩目 2008年 洪宗璇以电影《恋人们》正式进入演艺圈 之后再多部作品如欧 My Lady 爱你欧 暴力罗曼史 月之恋人步步惊心 B等担任配角 2017年开始陆续与王再相爱 我世上最漂亮的女儿 绝对搭领担任主演 5.盛俊 盛俊在2011年之前以模特的身份进行活动 2011年通过KBS电视剧Drama Special 白色圣诞节以演员身份正式出道 后续透过多部作品如对我说谎试试 摇滚吧 花美男等累积人气 并在2012年凭借沼泽生态报告书 获得KBS演技大赏特别企划部门男子新人奖 后来也主演不少知名韩剧 如《需要浪漫3》 《爱爱的发现》 《海德》 《哲吉尔与我》等 盛俊在宣布结婚生子和经历了当兵 退伍后 在2022 2023年接连以韩剧《Illand》 原来这就是爱啊 回归小一幕 6.李忠世 2022年退伍的李忠世也是模特转型演员相当成功的例子 李忠世在16岁时就登上了Soul Collection的舞台 成为Soul Collection历史上最年轻的时装男模特 2010年 李忠世出演《检察官公主》和《秘密花园》后 因高挑俊秀的外形受到大众的关注 之后 2012年凭借学校2013高男顺一角而爆红 打开知名度后 李忠世陆续主演了多部电视剧《如听见你的声音》 皮诺丘 《W两个世界》 《当你沉睡时》 《罗曼史诗别错附录》 《黑话律师》等 步步都拥有高人气 性看演员的实力也获得观众肯定 7.男祝贺 说到模特出身的演员 相信不少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男祝贺吧 男祝贺2013年参加了 首尔胡锡艺术实用专门学校主办的模特大赛 球Elite Young Model Contest 获得第一名后 与K-Plus签订了模特合约 同年在2014SS Collection Sung-Jong时装秀舞台以模特身份出道 2014年 男祝贺因出演AKMU乐童音乐家 歌曲200%的MV而受到关注 并在同年出演电视剧《圣余公主》正式以演员出道 2015年 男祝贺以学校2015的寒以安逸角而人气高涨 并陆续主演了《月之恋人步步惊心》 D. 举众妖精金服珠 耀眼 Startup等作品 2022年 男祝贺主演的25 21更让他的演艺事业再度派上高峰 演技也受到外界的肯定 8. 孔刘 身高184公分的孔刘早期因优秀的外形 身材比例而担任服装模特 2000年 主演《咖啡王子一号店》获得MBC演技大赏男子优秀演技赏 当时《咖啡王子一号店》在全亚洲掀起追剧潮 也奠定了他在影视圈的地位 退伍后 孔刘主演的电影《熔炉》 失速列车与电视剧《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都非常有人气 让他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 9. 编又西 演员编又西2010年时以模特身份出道 并在2015年以模特身份登上FW男装秀 编又西自2016年开始参与戏剧演出 并在2017年与知名演员公司BH娱乐签订了专属合约 后来陆续参与多部作品《如加油霸危机机2》 请输入检索词WWW花档 朝鲜婚姻介绍所 青春记录花开时想月的演出 2022年 编又西主演的原创爱情电影《20世纪少女》 因新颖的题材吸引了许多观众 也让她的人气急速上升 另外 她将于2023年 在《大力女子都凤顺》的续作《大力女子江南顺》中担任主演之一 让许多剧迷相当期待 10. 安仔贤 演员安仔贤于2009年开始时装模特的工作 出现在许多时装秀、杂志社论和广告中 2013年 安仔贤街拍《来自星星的你》 饰演女主角千颂一的弟弟千允才 正是以演员身份 且出演的第一部作品就让她爆红 之后安仔贤则陆续主演了《吸血鬼医生》 《灰姑娘》与《四骑士》 《再次重逢的世界》 《 Beauty Inside》 《有瑕疵的人们》等作品 不仅是作为模特和演员 安仔贤也因为在综艺节目中的繁转魅力 获得许多人气与观众喜爱 11. 李光珠 大家可千万别以为光珠只是个喜剧人 李光珠在高中一年级时就与模特经纪公司签约 参加时装秀 后来进入东亚放送大学 放送演艺科就学后 渐渐对演技产生了兴趣 李光珠在2008年以KTF SHOW20岁篇广告出道 2009年拍摄NBC日日剧《穿透无顶》的High Kick后开始 为人熟悉 2014年她在没关系 是《爱情》中饰演患有妥瑞症的角色朴珠光 精湛演技让她入围了韩国电视节男子优秀赏 演技受到大众好评并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续李光珠也揭演了Live 《杀人者的购物目录》 《我的特级兄弟》 《老千》 《独演杰克》等多部知名作品 12李敏昊 187厘米的李敏昊 身材比例极佳 光腿长就超过110厘米 加上巴掌大小的脸蛋与太平洋宽肩 成就完美的九头身比例 她中学时就在路上被心探相中 成为兼职模特 并在几次试镜后走上演员之路 成为韩国一线男星 13 李忠硕 李忠硕拥有186厘米的巨人身高 在戏剧界中鹤立鸡群 而她在成为演员之前 可是历代级的模特 李忠硕很早被挖掘出道 16岁便登上了Soul Collection的舞台 成为Soul Collection 史上最年轻的时装男模 初入演艺圈集发光发热 以上就是14位模特成功转型演员 韩国男星的整理介绍了 看完之后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要转型成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相信他们一定都下了许多功夫 才能有今天的好成绩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未来会带给大家更多 怎样优秀又精彩的作品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 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